老杨到处说 10月16号这个星期六 中午北京时间12点到1点 我们来做一次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积极参议 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好 言归正传 从审查国有银行和其他 金融机构与大型私营公司关系 是为了遏止资本力量的 无序扩张的源头 目标锁定的是其他党内权贵 利益集团 老王应无恙 目标锁定的应该不是他 10月11号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10月11号的华尔街日报 引引所谓的消息人士独家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审查 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以大型私营公司之间建立的关系 要扩大在经济领域二指资本力量的努力 中央集委国家经纬11号晚上开始接连传出20篇的要文 委派已经委派巡视组 巡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深圳证交所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政监 两家政策银行 中信集团 中投人民银行 四大国有银行 两大国营保险公司 噼里啪啦 巡视党委工作动员会 巡视政治监督 是全面从严整党的有力抓手 各部门表示全力配合中央巡视组的工作 据说这个华尔街日报引领的知情人士的话说 这是习近平正在对金融机构展开新一轮的全面的核查 重点是 国有银行 投资基金 金融监管机构 是不是跟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唾已密切 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受到北京批评的企业 包括负债人类的中国恒大集团 打车巨头滴滴全球公司 而备受瞩目的金融科技公司的蚂蚁集团 核查其实是9月份开始 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审查是由中纪委国家监委主导 主要针对着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 这是习近平的将近10年前掌权以来 第一次对单一领域最广泛的审查 他说习近平一直对这个领域保持怀疑的态度 这是在明年20大之前 为引导中国经济体系偏离 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部分的举措 那当然有句话 这个我们前两天读报了错过了 习近平要打破惯例 在两个五年任期之内继续掌权 所以有些官员是这么说的 这次的整个审查 习近平的目标是确保中共 完全掌控国家经济命脉 防止金融业被大型民企和其他威胁政府影响力的 有利参与者所控制 注意后面那句 其他威胁政府影响力的有利参与者所控制 2015年7月那次的股灾 震惊了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 知情人士说的建设银行对海航的贷款 依旧会成为新一轮的审查的内容质疑 建设银行曾经帮助海航的海外收购活动农资 那么国有银行对泄露困境的恒大集团的贷款也受到审查 而主要的恒大的贷款人是中信集团 中信集团现在上的悬面的审视 审核人员要调查一些国有资金 国有基金对现在成为习近平科技整顿公司 主要目标的民营企业的投资情况 包括主权财富基金 中国投资有限责论公司 中投以及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运营的基金 也就是有人提出个问题 这些投资代表的是国家利益 还是少数人的利益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好 有意思 很有意思 第一 我们来归纳和分析一下 第一 海外的媒体有分析说 考虑到 中国金融领域已经被中共太子党霸占和瓜分 习近平这次要防范的对象究竟是谁 所以有人认为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 中央巡视主导的工作重点 他点出背后其实涉及的是江泽民 曾庆红 刘云山 吴关正 至少四大权贵家族 中信集团 简陆了2015年金融政变风波以来 已经多次被外界棋底内部有 刘云山 曾庆红家族的事 主要是他们孩子 光大集团旗下的银行和农业银行 也正因为跟恒大有关的贷款接受检查 光大集团被视为是吴关正家族的白手套 农业银行实任行长张云 被称之为金融政变的2015年股市风灾之后 被中纪委带走 后来被降级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CIC 中国人寿也为投资蚂蚁金服和滴滴出行 正在接受调查 中投公司频繁的跟江泽民家族联手做生意 也就是现在从香港搬到新加坡的 博弈资本的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当然还有一点资金是来自黑石集团 中投的筹备过程叫黑石投资了30亿美元 而中国人寿 大家记住 刘云山儿子刘乐飞曾经担任过首席投资官 这个文章的分析就指出 中国太子党们通过金融领域 瓜分国家财富控制政权的命脉 这习近平在2012年以来一直就想剥离 众多的权贵家族的钱袋子 那好了会不会引起更强一顿的反弹 我估计他们已经不一定有反击的能力 但是要值得关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华尔街日报第一次点名 不是江泽民家族什么家族 点名是跟习近平密切合作打击江泽民 曾庆红家族的王岐山 这个报道说 在中国金融领域被视之后是王岐山的权力基础 王岐山的90年代管理 国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是声明确起 多年来一直在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支援安插亲信 而知情人说 建行向海航提供的贷款 将是这次巡视组调查的重点 美国有一些华文的媒体也认为 这一次除了要针对所谓的四大家族之外 也要针对王岐山的意味 意思是说 只要把现任的国有银行金融机构基金 主要班子的干部档案 拿出来仔细推敲 细看一下就知道 这些人跟王岐山有什么人脉关系 所有的调查 是不是冲着王岐山而来 这是第二点 王岐山 第三 台湾中国时报一个执行副总编辑 连俊伟 我一直认为这虽然年轻 当然也是不年轻的 一向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事物 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不一定每一件事的判断都是准确无误 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值得大家推荐参考 他认为 2012年习近平主政以来 有关王岐山要垮台的传闻就一直不断 仅次于中国即将崩溃的传闻 甚至还有一段时间说王岐山已经叛逃到美国去 这2019年底的2020年 是王岐山被查办消息最多的一年 两个原因 一 去年的9月22号 应该是任志强 脱光衣服小丑 批评了习近平 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是第一 因为任志强跟王岐山关系不错 第二 是前中央巡视组户部级巡视专员 董红 接受了纪理审查调查 监察调查 他已经之前不久被起诉 任志强跟王岐山有深厚的交情 辅导人跟同学的关系 董红是88年以来一直追随王岐山 在各地任职 一直被当成王岐山的大管家 他说习近平决定 严办任志强杀鸡警候 让所有太子党知道 在言论上 他们没有免死金牌 王岐山在这个事实上 最终还是站在习近平这一边 很明显 就是任志强遭到控制之后 去年 王岐山还参加了中央常委 一同义务直诉的活动 他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呢 联军委当然他认为 王岐山的出任中纪委书记 反弹着快准狠 几乎是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 为提应平的核心地位的巩固 打下了根基 当然在党内外受到各种的记恨 那是很普遍的 恨之入骨 树敌甚多 所以王岐山好像扮演了 秦始王时代的 秦变政时代的商鞅 商鞅的下场很惨 裂变 车裂 但是在习近平的第二任期 王岐山就出任了国家副主席 那个时候黑寒满天飞 北京所有的有关王岐山的消息指向 就在查办董宏 他认为其实是为了保住王岐山 这个解释我第一次听说过 那海航破产以后 有关老王也要垮台的消息 再度士气 但是他认为王岐山跟海航 早已经切割了 政治场域 没有太多的这么个人交情 在中共的官场尤其如此 所以廉俊伟的看法是 王岐山和习近平 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组合 为了说明问题 马云在上海滩发烂 冲着王岐山而来 但是很快就遭到了报复 拜登上台 王岐山的华尔街的老朋友们 开始活跃 王岐山对美国的 华尔街的管道开始恢复 所以他的整个结论是 海内外的坊间 有关王岐山的传闻 绝大多数经不起推敲 习近平如果这个时候 连王岐山都要灭掉 那他真的做到了孤家寡人呢 今后谁 不管是资江心 什么军 没有人会替他卖命 唱黑脸 这句话就是说 一篇华尔街日报的 独家报道 就能够定 王岐山生死 我认为这个结论 太草率 至于习近平 会不会乘胜追击 一举端掉四大权贵家族 跟十年前不一样 他现在应该有 这样的能力和条件 所以呢 有好戏看 有好戏看 是可以确定的 阶段性的结论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那这个是废话 老杨到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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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到处说